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汉语课堂。 在上课之前,我想请大家猜一个谜语。 有一个东西,白白的,薄薄的,方方的,可以写字。 可以画画。 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纸。 那大家知道纸是怎么来的吗?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造纸术。 说一说,纸是怎么来的? 今天的课呢,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生词讲解。 第二个部分是菜轮造纸。 第三个部分是造纸过程。 第四个部分是课后练习。 大家认真听哦!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生词讲解。 这个呢,是大家今天需要学习的新的生词。 我们先看一看它们是什么意思吧。 这呢,是竹简。 它叫竹简。 竹简。 图片上的就是竹简。 竹简。 我们可以在上面写字。 刻字。 这个是薄书。 这就是薄书。 它是用丝绸做的。 它很轻。 它很白。 但是有一点点贵。 这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薄书。 这个词呢,叫做材料。 材料。 刚刚我们学过的竹简。 它的材料是竹简。 竹简。 那很多写字的材料。 这里有很多写字的材料。 第一个, 这是甲骨文写字的材料。 它是硅壳。 是硅壳。 这是竹简。 这是竹简。 是竹简。 刚刚我们说了竹简的材料是…… 对了,是竹子。 是竹子。 那这是薄书。 这是薄书。 大家还记得吗? 薄书的材料是什么? 是丝绸。 是丝绸。 所以这里有各种材料。 写字的各种材料。 一、二、三。 一、二、三。 这里有三种写字的材料。 这个词呢,是实验。 实验。 实验。 就是在做实验。 在做实验。 在做实验。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一般要做很多次。 就是实验了很多次。 就是实验了很多次。 实验了很多次,才能成功。 才能成功。 这个呢,就是实验。 这个词。 这个词叫做汉和帝。 汉和帝。 他是一个皇帝的名字。 这个人他就叫汉和帝。 一会儿我们要说的故事就和他有关系。 这个词呢,是马。 马。 他非常好读。 马。 马。 他也是一种材料。 一种材料。 这个就是马。 马。 他可以变成马步。 马步。 他也可以变成马绳。 马绳。 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纸。 看一下。 等一会儿的故事呢, 我们会告诉大家, 这个马怎么变成纸的。 切马。 切马。 他们就在切马。 把这个马切下来。 切马。 洗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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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就是洗的意思啊。 洗滴就是洗。 洗滴就是洗。 他们就在洗滴。 他们就在洗滴。 这个洗滴。 这个洗是三点水。 这个洗是三点水。 滴也是三点水。 所以,他们都和水和水有关系。 都是洗的意思。 都是洗的意思。 。 下一个词呢,叫做进灰水。 进灰水。 这里的水呢,是灰色的。 把刚才我们切下来的麻, 放在这个灰水里。 进灰水。 蒸煮。 蒸煮。 这个人在做的事情就是蒸煮。 下面是有火的。 这个火在汉字里就是四个点。 四点底。 他们都是要用火的。 蒸煮。 这就是在蒸煮。 五。 冲倒。 冲倒。 其实,这个就是在敲东西啊。 像这样的动作就叫冲倒。 冲倒。 一直一直去冲一个东西。 去倒一个东西。 一直垂垂垂垂,就叫冲倒。 这个呢,就是冲倒。 下一个词。 打浆。 打浆。 它就在打浆。 打浆。 然后把它放进去。 这个是纸浆。 纸浆。 这里就变成了纸浆。 打浆。 打浆。 纸浆。 这个动作也是打。 然后打了以后,它就变成了纸浆。 纸浆。 浆呢,也有一个水。 也有一个水。 所以啊,纸浆是在水里的。 这个词。 这个词叫做超纸。 超纸。 超纸。 但不是我们超写的超。 不是那一个超,不是写字,不是copy。 它是在制作,制作纸啊。 超纸。 这个呢,就是在超纸。 这个呢,就是在超纸。 它手上拿着的东西,这一个东西叫做纸帘。 它手上拿着的叫纸帘。 它是用来超纸的。 它是用来超纸的。 用来超纸的。 这个呢,是晒纸。 晒纸。 把刚刚啊,用那个纸帘抄出来的纸,放在太阳底下晒。 晒纸。 把纸晒干。 原来的纸浆里都是水。 都是水。 所以我们要晒纸。 晒纸。 这个晒呢,是日子旁。 日子旁,就是在太阳。 太阳底下晒纸。 这是接纸。 接纸。 接呢,就是把东西拿下来。 拿下来。 这个是接啊。 接开。 这样子,接开一张纸。 接纸。 这是做纸的最后一步。 造纸的最后一步。 接纸。 好,生词我们已经学完了。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蔡伦的故事吧。 这个人就是蔡伦。 蔡伦。 蔡伦和东汉的汉河帝。 以前呢,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皇帝,他叫汉河帝。 他就是汉河帝。 他就是汉河帝。 他是蔡伦。 汉河帝每天都要看书。 每天他都要看书。 但是啊,汉河帝。 汉河帝。 看的书都是竹简。 都是竹简。 这就是竹简。 竹简非常重。 竹简非常重。 需要两个人,两个人去抬它。 所以竹简非常重。 汉河帝觉得博书很轻。 博书很轻。 但是,非常贵。 非常贵。 博书是很轻很贵的东西。 汉河帝不想在纸上浪费太多钱。 汉河帝不想浪费钱。 汉河帝呢,想要便宜好用的东西来写字。 现在的竹简太重了。 博书太贵了。 怎么办呢? 汉河帝非常的苦恼。 好。 蔡伦听到了。 蔡伦听到了。 她想帮助汉河帝。 蔡伦想帮助汉河帝。 制作出便宜好写的纸。 便宜好写的纸。 所以,蔡伦找了各种材料。 试验了很多次。 试验了很多次。 我们看一下蔡伦她做了什么。 试验了什么, 才找到便宜好写的纸呢。 经过歇马。 启验。 浸灰水。 蒸煮。 冲倒。 打浆。 抄纸。 晒纸。 接纸等步骤。 蔡伦终于制作了第一张真正适合书写的纸。 成功了。 好,蔡伦她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她做了切麻。 洗笛。 浸灰水。 蒸煮。 冲倒。 打浆。 抄纸。 晒纸。 接纸。 试了很多的材料。 做了这么多。 她才成功了。 她终于成功了。 做出了一张便宜好用的纸。 金鬼。 金鬼。 蔡伦把麻纸给汉和地试用。 汉和地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汉和地说好纸好纸。 她觉得非常好。 这种纸呢叫做麻纸。 麻纸。 因为是用麻这个材料做出来的。 所以呢,是麻纸。 这种纸啊。 这种纸啊,又叫菜猴纸。 这个呢,是用菜轮的名字去命名的。 叫菜猴纸。 全国都开始使用它。 全国都开始使用它。 这个纸啊,发到了全国各地,都开始用它。 之后呢,菜轮改进的造纸数传遍了全世界。 世界传遍了世界各地。 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在使用菜轮改进的造纸数。 这就是菜轮改进造纸数的故事。 大家听懂了吗? 是不是觉得菜轮非常厉害呢? 她做出了便宜好用的纸。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造纸的过程。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 视频中的人叫做李子柒。 她呢,用了菜轮的方法去制造了菜轮所说的纸。 我们一起看看吧。 。 好,这个就是造纸的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造纸数。 造纸数。 好,请大家回答一下哪个国家发明了造纸数。 。 应该是第二个中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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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e,部肚子柒在改进了最初。 Sovi chin 可的筸数。 好,那是谁改进了造纸数呢? 谁改进了造纸数。 对,是菜轮 菜轮改进了造纸树 哪个书写材料很重 哪个书写材料很重 那个汉和地他是用竹简 他觉得竹简非常重 下一关 纸是用什么做的? 纸是用什么做的? 刚刚我说了很多次 麻是用麻做的 谢谢 我们看看图片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洗涤 这张图片呢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打浆 好,下一关 菜轮发明的纸 又叫什么? 又叫菜猴纸 什么材料最贵? 什么材料最贵? 应该是博书 博书是最贵的 造纸树传到了哪里? 造纸树传到了全世界 恭喜大家完成了所有的问题 谢谢大家来听我的汉课堂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